在乌军的猛烈炮火下 哈尔科夫周边正被一一收复 乌克兰一加一电视台记者 跟着光复尸土的军队一起见证 到处是俄军站立时的痕迹 不合季节的军靴 大爆号来不及运走的电视机 洗衣机 并且炉火一辆T-72坦克 直接系上乌克兰的国旗颜色征收使用 乌军也公开最新战机 在卢干斯克击落世界造价最昂贵 俄罗斯米-28攻击直升机 这就是他 俄罗斯米-28 暂的灵魂 选择从全军队 他并不敢做任何砍 加速钢铁厂战士的家属 则开了记者会 希望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帮忙说服普清 让受伤士兵可以离开 俄乌战士进入第80天 泽伦斯基再次迎来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 泽伦斯基认为俄罗斯军队重点正在转向 拱护不极限 加强在顿巴斯的炮击火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进行 但就在这时候 北欧国家芬兰突然宣布将要申请加入北约 并敦促瑞典也一起跟进 以嚇阻俄罗斯的侵犯 不过芬兰总统14号和普清通电话告知这个决定时 普清却表示如果芬兰放弃中间立场选择加入北约 会是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芬兰的安全根本还没有受到威胁 就连土耳其总统也告诉媒体 表示对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并没有正面的看法 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是许多恐怖组织的根据地 我并不想提出任何结论 我们已经和俄罗斯业和其他国家 另外俄罗斯外交部长14号指控 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发动全面混合战 他表示俄罗斯会拉拢中国和印度等国来抵挡西方的制裁 虽然欧美国家不断反对俄乌战争 但俄罗斯却态度越加坚硬 更有国会议员恐吓 核弹从俄罗斯打到英国只要200秒 匕首基因素飞弹甚至可以在10秒内打到芬兰 战争之下影响层面越来越广 许多古物罐头全被困在乌克兰 甚至成了一场全球粮食和能源的危机 加拿大外交部长在G7会议中作出表示 不只当地人民受苦世界各地也受到影响 现在只希望这场战争能赶快看到尽头 乌克兰参赛获得第一名已经是第三次夺冠 总统泽伦斯基更推文祝贺 主唱说责任很重大 可惜的是乐团其中一名成员选择留在境内作战 乌克兰军人只能看电视现场直播 但忍不住跟着牛动身体或打个拍子 得知拿下胜利太开心 小朋友们在广场上大跳的歌 正是获胜的乌克兰乐团作品 甚至连跟主唱同款的帽子在市场都卖超好 掀起热潮 另外用音乐对抗战争的还有这位乌克兰摇滚歌手 瓦卡恰克 13号在车诺比核电厂弹吉他开唱 为的就是要抚慰人心 也借此鼓舞核电厂工作人员 毕竟目前还没看到战争镜头 乌克兰人尽自己所能振奋士气明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